昨天這個遊行和公眾集會的主題 就是有關特區政府提出要修訂逃犯條例 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的條例 我在昨天的電視報道 今早的報章的報道 就看到在這個遊行集會的過程 很多的言論、很多的口號 都是完全偏離了這次法律修訂的目的 和內容 所以我必須作出一個澄清 我和李家超局長都多次重申 這次的條例修訂的目的是兩樣 一個就是處理2018年初 在台灣發生一宗涉及港人 去殺了一個港人的嚴重案件 同時也是堵塞香港現行 整體在刑事事宜協助那方面的漏洞 這個漏洞是什麼呢? 就是包括現在的逃犯條例 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的條例裡面 地理的限制和一個不切實可行的操作程序 正如我所說的這個法律的漏洞 說它不是今天才能看到 但是歷屆的政府都愛於種種的原因 就未能夠啟動去填補這個漏洞的工作 我們這次當然是有很大的決心 處理現在迫在微戰台灣的謀殺的事件 也都可以一視同仁地處理其他 和我們未簽訂一個逃犯移交的地域 他們提出的需要的逃犯移交 好了 必須強調這條條例草案 並不像昨天這樣說 全部都是涉及內地 而是一視同仁來處理 所以它不是特別為了某一個司法管轄區 例如內地這個司法管轄區來設立的